二战时,美军为何用原子弹轰炸平民,而不轰炸日军军营? 原因简单日本作为二战的发起国之一,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,犯下了滔天罪行,可谓是罪孽深重。 二战中,日本不仅打败了老牌国家英国,侵略中国,甚至在国策基准中明确提出了要称霸西太平洋。 1945年,美国总统杜鲁门一声令下,在日本的广岛投下原子弹,这一事件被称为广岛原子弹事件。 原子弹的投放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,死亡人口多达七万余人,无数民众受伤,成千上万的人因原子弹的爆炸而失明。 这一事件推动了二战的进程,直接促成了日本的投降。 1945年8月,日本接受波子弹公稿,签署投降书,宣布无条件投降。 美国投放的原子弹给日本造成了巨大的创伤。 原子弹爆炸的瞬间,广岛瞬间被摧毁。 据统计,原子弹投放当日的死亡人数达到了七万多人,占到全市总人口三分之一百多。 广岛长期两处因原子弹爆炸而伤亡的人数更是达到了三十九万之多。 二战后,日本强烈反对使用原子弹,谴责美国投放的原子弹的行为。 美国投放原子弹的行为也备受争议。 有学者认为,美国这一行为虽然加速了二战的进程,但屠戮平民数量之多,实在过于残酷,让人不寒而栗。 美日两国交战,美国大量杀害日本民众,确实很不人道。 这种说法也可以运用到中国的南京大屠杀中。 1945年,南京沦陷,日本展开了惨无人大的南京大屠杀。 屠戮中国百姓三十余万人,长达四十多天的大屠杀。 给中国四大古都之一的,南京留下了血的印记。 二战后期,德国战败,外部环境不断恶化,日本的实力逐渐下降。 穷途陌路的日本提出了一亿玉碎的口号,即鼓励日本民众参军,号召全民皆兵。 日本政府声称美国不主张杀害百姓,蛊惑日本平民上阵杀敌。 二战时美军为何?用原子弹轰炸平民。 而不轰炸日军军营,美国要真正战胜日本,不仅仅要在军事实力上打败日本, 还要使日本百姓清醒地认识到。 一亿玉碎计划是虚无缥缈的,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 美国在投放原子弹之前,曾撒下六千多万张船单,劝告日本民众尽快撤离。 但是,就后来日本的伤亡情况来看,日本民众并没有相信这些话。 他们一意孤行,不听劝告。 日本政府一意孤行,坚持认为这是美国的恐吓, 不仅不组织民众逃离,甚至还要求他们坚守阵地,拼死抵抗。 广岛原子弹事件造成的巨大伤亡和日本政府的态度有很大关系, 甚至可以说是日本政府害了日本民众。 广岛原子弹事件后,日本民众进行游行示威,强烈要求停战。 不得民心的政策,使得日本军部最后孤立无援,一意欲碎计划无法推行。 无奈之下,日本天皇接受不辞谈公告,签署投降书。 由此看来,美国将原子弹投放在广岛。 长期两处是合乎当时需要的。 真正损害日本民众的是日本政府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